職場上面如果你要當好人 你就可以得到好人卡跟神主塔 但是你什麼都不會得到 對 因為其實如果你當好人 就表示你認得到任怨 那其實我們以前剛入行的時候 當記者的時候都會覺得說 我只要認真努力 將來就會升錢就會被加薪 可是我覺得電視台 給我很大的震撼教育 就是說其實我們那時候的同事 就有人在一進來的時候 就會跟主管說 你要讓我當主播 不然我不會來 對 他在面試的時候 就跟你談條件 那可是主管就會說好 為什麼主管會覺得好呢 因為第一 你的外表不錯 第二講真的 我現在說好 我將來要不要給你 那再說嘛 那他進來之後呢 我們這些就是很乖的人 就會覺得不公平 就是因為他就會來跟我們說 我今天是來當主播的 我不是來跟你們在那邊跑線的 那可是我們這一群很乖的人 所謂的好人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不會爭取自己的權益 那只會背後罵人 所以我們下班後呢 最大的投資呢 就是去熱炒店罵他 你懂嗎 但是呢 他才不會理我們 因為他人生目標很明確 他就是要爽拆 他就是要當主播 所以他就拼命狂踩我們的線 那這樣子之後呢 他有沒有當上 也有 很有侵略性 他很有侵略性 而且他上班其實不會上到糊塗 他不是來跟你交朋友 來上身體健康的 很多好人就是上班上到覺得說 我就是來受盡委屈的 然後上到不知道自己當初 為什麼走進這家裡 對啊 你就好好吃苦就好了 是不是 你想吃苦我就給你吃苦 對不對 你想要得到什麼我就給你什麼 不是嗎 那可是這個主播呢 他就是會覺得說 我就是要來當主播 我就要來爽缺的啊 那所以你們的所有的評價 不干我的事啊 如果你們覺得不公平 那你們去找主管講啊 所以他不是來成為好人員的 那他當上了之後呢 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麼 對 可是我告訴你 他當上之後啊 他跟我們拉開了距離 但是呢 我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這樣的人會沒朋友 他會有他的主播的朋友們 他跟我們這群阿貓阿狗 我們這群阿貓阿狗 已經不能夠跟他討 你要把自己弄到貓狗之背嗎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啊 就是很切切啊 你拿不到資源的人 就是一個普通的人啊 那可是他就得到所有的東西 那他會有他的朋友 在他那個Label 那等到我當主管了之後 其實我喜歡這樣讀 為什麼 因為你有企圖心 還有我知道你要什麼 我不用跟你猜心 再猜說 欸 你想要什麼啊 我怎麼樣做你才會高興 所以反而我會認為 這樣的人是比較好管理 因為像這樣的人是比較好管理